我们今天再把气体温度计讲一下 我发现还是同学不太了解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器 那么我们介绍的是气体温度计 因为我们温度的国际标准就是用这个做的 气体温度计它用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的温度 气体的温度 我们由这个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 PV等于NRT 这个式子来看 这是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我们首先就是说 这个气体分子 只有位置而没有空间 这是它的特色 它跟我们一般气体之间的差异就在这里 我们一般气体 有位置 有位置也有空间 这是pressure 压力 这个是容纳气体的体积 如果我们在密闭的容器里面装有气体 它的压力跟体积之间的成绩 要等于NRT T就是温度 T就是温度 那么R叫做气体常数 N就是克分子数 克分子数 将来我们讲气体动力学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讲这些数据 我们目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在这个式子里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 若体积维持常数的话 则P P要正比于T 或者是T T 正比于Pressure T跟P P跟T T正比于Pressure 于是我们就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 温度 温度我们就可以用 一个固定体积的气体 它的压力 来测定它的温度 好 我们首先就定一个标准值 我们定定 定定 在水的三项点 水的三项点 叫做Triple Point 什么叫水的三项点呢 就是 有水 又有冰 水是液态 冰是固态 还有水蒸气 共存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定义 它的Pressure 它的温度就是零点 它的温度 为273.16k 所以这个度可以写 可以不写 现在的书 大概这个度都不写 就是273.16k 我们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还是3.16k 3.16k 定好这个温度 那么温度呢 那也就是说 我们Pressure T在Triple Point Pressure Triple Point 它跟Pressure有关系 这就是Triple Point的时候 它的温度 它是等于 273.16k 就是说 在三项点的时候呢 绝对温度 我们定乘273.16k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温度 那现在我们就看温度 P的时候 比上温度 三态点的时候 就是说 这是三 在三态点的时候的温度 这三态点呢 你温度怎么知道它是 而且上我们就看你这个 这个时候三态点 你这个气泡泡在三态点里面 它会有一个Pressure 它会有一个Pressure 所以三态 三项点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气囊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气囊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压力啊 对不对 会有个压力 但是这个温度是三 温度我们已经定了 就是这个 在三态 三向点的时候 温度是273.16k 好 现在我们呢 要把这个温度计啊 拿来量一个 任意的Pressure 任意的温度 我们写这个叫做 Pressure 就是说 三向点的温度 跟这个气泡在三向点的时候的压力 与任意的温度 这个任意温度呢 它的压力是P 因为它有个气囊嘛 气囊在这个温度之下 它的压力 有一定的压力嘛 是P 那这个之间成正比 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式子知道说 在任意压力的时候 它的温度 应该是这个温度 那这个是多少呢 我们已经定了它是273.16k 可是我们当初定这个时候啊 只定三态点 它的温度是273.16k 可是这个时候的Pressure是多少 我们没有定 没有定 你这个气泡 看你装的气体多不多了 你气体多的话 Pressure就大 气体少的话 Pressure就少 它的体积反正保持一定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这个我还没有定 Pressure还没有定 但是我这个气泡里头 是那么多空气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我装进去多少空气啊 就是多少空气 它在三态点的Pressure 就是这个 然后你看看随便什么温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气泡 气囊啊 泡在沸水里面 就是我们烧沸腾的水啊 水跟蒸汽 共存 比如说是标准大气压力之下 烧开水 那那个时候温度呢 是100度C 对不对 把那个泡进去 泡进去它不是有一个pressure吗 有一个pressure吗 好 你就把这个pressure 跟三态点时候 那个气囊的pressure 同一个气泡啊 同样的气 同样多的气体啊 的pressure 一比 比出来 乘上这个 就是 你在 费点 spin point的时候啊 它的temperature OK 有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不懂的 就算你 你这个气囊做好了 装多少就是 多少气体 它在这个时候的pressure 是这个值 是这个值 OK 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定它的 温度叫做273.16k 然后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气囊啊 放到三态点 三项点里面去 好 放到三项点里面去呢 你就看它的pressure 我们可以量pressure 量出来是这么多 好 你把这个pressure的笔值算出来 乘上这个 就是在 肺点的时候的温度 OK 好 现在我们来 把它泡在 肺水里面 我现在画一个图 这个是温度 好 我们现在要测 肺点 水 肺点的温度 那我就把这个气囊 装在 装在这个 气囊 泡在这个 肺水里面了 结果我们发现呢 我这里画一个scale 好了 画scale 比较容易倒 好 好,我们定 这个叫做pressure 在triple point的时候 triple point的时候 它的压力 这个压力我们用k part 你先不要管这个 因为流体力学 我们把它删掉了 如果你听了流体力学 这些都走了 part就是一个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k就是1000 千part 那么这一条是 273.10 好,这个是273.20 273.30 273.40 273.50 273.60 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thermometer 我们说指定它 在水的三项点 温度是这么多 至于说 我这个气泡里面装什么气体 没有讲啊 没有讲啊 我这个气泡 本来的压力 在这个时候 它的压力是多少 也没有讲啊 也没有讲啊 但是我们拿来 测量这个废水的时候 就跟这个时候是完全一样 好,我们现在假定 我用的是 假定 我用的是nitrogen nitrogen 蛋 然后呢 我泡在这个地方 的时候 在三太点的时候 它的温度是 它的 压力是120 这是三项点的时候啊 120个k part 那么 它的 温度在这里 蛋 这是蛋 蛋 你怎么知道 它这个温度呢 就是说 我泡在氮气里的时候 是 废点的时候 我把这个氮气的 这个 这个 泡在 废水里面 我看出 它的pressure 量出 它的pressure 这个pressure 跟这个 120个k part 来比 然后乘上273.16 它是等于273.55 比如说 是这么大 是这么大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废水啊 是 是273.50 不是 我眼睛实在是 很糟糕 373 因为它这个是 摄氏度 373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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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再看这个 如果我把 这个气泡 换成另外一个气泡 不过呢 它的这个压力啊 还是120k part 在 三项点的时候 但是它现在里头 装的是 氢气的话 是 hydrogen的话 它的温度 在这里 这个温度又不一样了 373.15 比如说 好 如果我同样的 我把 我把另外一个bubble 装有 nitrogen的 装有这个 healing healing 氢气的 也是 它在 三项点的时候 是120个k part 泡在这里 是120个k part 的时候 我把它泡在 废水里面 结果 它的压力 量出来以后呢 跟这个 120个k part 比一比 乘上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 摄氏度 本来这个 是什么 这个算出来 是这个 Calvin temperature 但是Calvin temperature 我告诉过你 我们Calvin temperature 我说过 1度C的时候 是0度C的时候 是等于0.01度k 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 有写 我们现在 干脆用这样的 水的三态点 这样的写 水的三态点 三项点 它的温度 就是T Triple Point 我们 三项点 它是等于 0.01度k 1度C 0度C是冰点 三项点 是0.01度C 那么 它是等于 273.16k 有这个数据 我们有这个 可以算 算出摄氏度来 你看 我们用三种 不同的气体 结果 它们的温度 测出来不一样 这就很麻烦 我用 还有别的气体 可以做 二氧化碳 什么都可以做 空气 什么 结果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想 我把这个温度 降低一点 比如说 我把它降低到 我看这个 它们的实验数据 到100的时候 这里如果是100个kpart 的时候 好 奈特金 就降到这个地方 来了 奈特金降到这里 来了 然后奈特金呢 奈特金就在 这里 奈特金呢 在这里 这几个 你看 这个往上升 这些往下降 它们的差距 就比较少 差距就比较少 OK 好 我再把这个 泡在三项点里头的温度 the pressure 再降低 比如说 我降到这个 60 不要 讲那么多 60kpart 结果 奈特金 是在这里 hydrogen hydrogen 在这里 Helium 在这里 这个差距又更小了 对不对 又更小了 我到40个 泡在这里 的时候 这个气泡的 pressure 是40个 kpart 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气泡 放到废水里面 我如果气泡用的是 蛋 结果它就 在这里 那么 这两个 更接近了 你看 又缩小了 对不对 又缩小了 又缩小了 我如果用20的话呢 它就更小了 就变成这里 Nitrogen 在这里 hydrogen Helium 在这里 当我这个气泡 这个时候的 这个你做不到了 因为你 你全部抽出来 这个东西 根本没有pressure 对不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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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没有 里头没有气体嘛 你放在 别的 温度里头呢 你看不到 它的压力 这只是 我们就说 这点你做不到 不过我们 从这个曲线 因为这个 正好是一条直线 我这个画的不好 我这个画的不好 直线 应该要先画直线 再来画这个 我这个画的不好 这是直线 我把这个 其实我做到这里 就开始延长 三条线 交在同一点 就是说 我这个压力 一降再降 降到 几乎零的时候 这三个梁桌的温度 是同一个温度 这个时候温度 是多少呢 373.125度K 这个温度 373.125K 那就是共同点 不管你用什么气体 不管你用什么气体 假如当初你这里是零 它的压力是零的话 那么 你把它泡在废水里面 这个时候读出来的温度 大家通通一样 那这不就很好吗 我们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温度计 不管你有什么气体 我只要气体装进去就好了 那么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 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 我只要量出它的pressure来 我就知道它的温度是多少 不过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呢 趋于零 这是理想状况 我们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那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temperature 任何压力量出来的temperature 它等于T 我这个 就写273好了 273.16K 好 这是limit pressure triple point approved to zero P over P triple point 就多了一个这个 因为这个灵 你实际上做不到 对不对 灵做不到 我们就是说 理论上 当你这个压力 小得不得了的时候 你用什么气体都无所谓 为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就是因为 当初 我们定这个时候 是有什么气体 理想气体定出来的 理想气体根本没有 没有体积 你把所有 所有理想气体体积 无数个把它挤在一起 体积还是零 体积 挤在一起 是零 但是你这个 我们真正的气体 你把它挤在一起 它有一定的体积 但是 你怎么样子 能够降低它的压力呢 就是把里头的气体抽出来 我本来挤在这里是100kpart 我抽出气体来 同样这个环境之下 它就变成80kpart 我再抽出来 它就变成60k 再抽就变成40k 一直抽一直抽 里头的气体分子数不就少了吗 对不对 少的话呢 那它挤在一起的空间 跟很多的时候挤在一起的空间 就有差距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就越来越接近于零 接近于理想气体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理想气体的温标 我们一般的气体 只得用这样子做法 我举过例子 我们只要做两个 两点 然后把两点连起来 交在这个地方 交在这个precious零的地方 就是那个时候的温度 OK 这是理想气体温标 因为这个不太容易懂 我今天特别把它画得仔细一点 让我们都能够能够懂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 热的传递 我们说过热呢 它是一种能量 一种能量 energy 热能 你怎么样会感觉到有热能呢 就是在有温差的时候才感觉到 温差 我摸到冷水 我觉得它比较凉 为什么比较凉啊 因为我的温度比水高 热量就从我的手里面出去 热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的是凉 好像你这个 如果身上泼了水 你会觉得 夏天你觉得很热 泼个水就会很凉 因为水在挥发 在身上挥发 带走你的热量 有热量从身上出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比较凉 你摸到比较温的温水 你觉得它比你的 感觉的是热的 为什么感觉热呢 因为热水的温度 比我们手的温度要高 热量从它那里传到我们的手里面 有热量传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就是觉得它是热的 是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 我们知道热呢 通常都是从高温传到低温 那它传导的方法有几种 我们研究发现 目前发现的 大概就是三种 第一种叫做传导 conduction 传导 好 我们现在来谈这个热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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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叫做传导 传导叫做conduction conduction 这是固体的时候 这是固体的时候用这个 固体跟固体之间 在固体里面传递的热 是用传导的方法 等等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谈 第二种呢 叫做对流 convection 好 第三种 叫做辐射 对流是流体 流体里面热的传递 都是用对流 像气体跟液体 它的热的传递 都是用对流 然后 还有一种叫做辐射 辐射 叫radiation radiation就是两个物体 相隔很远很远 当中可以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介质 没有液体也没有固体 那么这个热呢 可以借着辐射 传到另外一个物体 那么这是三种 我们主要的 主要就是谈这个东西 其他的呢 像对流比较复杂 我们这里就不去多谈它 好 我们先讲传导 好 好 传导 传导是在固体里面 热的传递方法 比如说我们拿一根铁棒 放在这个高温炉里面 比如说打铁的铁匠 它不是有那个火钳吗 用手夹那个比较烫的东西 烧的通风的东西 你不能用手去抓 用钳子去夹 但是夹久了 你这个钳子 你把手那个地方还是会烫 为什么 因为热从那个很高温的地方 传到这个低温的地方来 那为什么传过来呢 因为热的东西 温度很高的时候 温度的高低 就会影响我们物体里头的原子的震荡 还有 固体里面有一些自由电子 就是所谓的架电子 它在原子核的最外层 引力比较小 这个时候呢 它的特性就好像气体一样 你有这个热量传进来 温度高 它就跳动的比较快 震动的比较快 然后这一块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很热 这里的原子震动的很快 就影响到旁边 然后温度就传过来了 然后它又影响旁边 旁边又快一点 温度又升高一点 然后一直一直影响 影响影响 影响到另外一端 这就是热在传导的时候 它能够传递的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看 假如我们有一个 有一块物质 放在这两个高温的热除 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high temperature 这个是cool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地方的温度很高 这个地方的温度比较低 就是high temperature 是cool temperature 我现在把这个物质 摆在这里 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温度会稍微高一点 会高起来 因为这些热除它有无限多的热 它留在一点 它不会降低温度 那这个也是有无限大的地方 你温度 你热量进来 它温度也不会升高 就是说它稳定的是TC度 它稳定的是TH度 然后一摆在这里以后 然后热就开始传 传传传传 传到一定的时间 那么多少热传进去 单位时间有多少热传进去 单位时间就有多少热传出来 到这个状态我们就称它叫做稳定状态 因为你当初一摆进去不是这样子 当初一摆进去 这个传进去热很多 这里呢 还没有热传出来 那如果这个温度比它更低的话 它可能热会传 由外面传进去 但是等到 好 这个热传传传传传过来 隔了一段时间 这里就是TC了 这里就是TH了 这个时候 热量 多少热量进来 就多少热量出去 因为温度始终不变 每个地方 当然这里温度比这里高 比这里高 温度保持不变 就是热量就是一定了 这个时候叫做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 ok steady state 我们称在稳定状态 我们干脆就叫它稳态好了 稳态的时候 多少热进去 就多少热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定义一种量 叫做h h要等于 比如说你时间 这边是t秒 是t秒 然后 传过去热量是q t秒传过去的热 等于定值 等于定值 就是稳态 就是稳态 ok 这个是稳态 constant 这个时候就是稳态 这个我们称h呢 我们称它叫做 叫做热量的传导率 h 有的书算叫做热量 这个符号不一样 你们用那两本书的符号 跟他们用一本的符号不一样 用一本的是用h 你们那个好像是用p p p 然后这个下面注角是什么 我记不得了 那么 你回去看书的时候要注意 这就是相当于 一般很多书上都是用h 好 那么h跟什么有关呢 h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 如果这个界面积是a的话 这个长度是l的话 在稳态的时候 h是跟a成正比 跟界面积成正比 跟两端的温差 成正比 还有呢 跟长度 成反比 那么你写成等号的话 这里有一个比例常数 你要记这个很好记 你就记说 单位时间传过去的热量 在稳态的时候 是跟这个导热物质的界面积成正比 跟两个表面的温差成正比 还有跟厚度成反比 OK 这是比例常数 好 这个比例常数啊 我们称它叫做热导律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 叫做好像我们 电学里面也有这个传导 那么热导律 那么热导律里头也有 它叫做 热导律 OK 好 那么A呢 就是 A就是跟热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热量 是这样子流啊 热量是这样子流啊 它是跟它垂直的一个 界面积 垂直的界面积 好 那像这个式子啊 我们通常呢 就说 假如 这个当中不是这么厚 我只是在当中啊 我在当中取一个 X圆的地方 我取一个厚度 DX 就是说有一个只有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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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话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这里传过去的这个H 从这里传过去的H 这个当中H 是跟这边都一样啦 因为稳态了都一样嘛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就把它写成H 我们可以把这种式子 写成这样子 H 等于 也是一样 它跟 界面积成正比 跟 温差 成正比 不过这个DT是什么呢 DT叫温度的增量 增量就是说 你这个热烂从这里去的时候 这边过去 这边是T 这边是T加DT 那照理说 T加DT要比T要来得高 对不对啊 来得高 但事实上 这边是 热烂这么流的话 这边高温 这边低温 因此 这个地方 我们加一个负号 负号 然后呢 这个L 现在就只有DX 这么长 那么比例常数是K OK 好 这个K也叫做 Thermal Conductivity 就是 热的传导系数 热的传导系数 那一般我们都记这个 这个诗子 记这个诗子 OK 好 现在我们 举几个 例题来看看 用这个 定义做的 我们举一个例题来看看 我们假定 在一个热厨的当中 有两层不同的介质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地方 好 我假定这个叫做 T2 T2 这是T1 好 T2 大于T1 那这个长度呢 是 L2 这个长度是L1 好 那这个 热导率是K1 这是K2 这是K1 K2 K1 那现在我们要问 稳态的时候 稳态的时候 它的H是多少 H呢 我们就把它 画成这样子 H 单位时间 传过去的热量 是多少 好 那现在我们 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式子 现在我们做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首先就把我们所要用的式子写出来 H等于负的 KADT over DX 我们现在假定 我们在这边 假定这个温度 在当中这个地方的温度叫做TX TX 我们设 二 介质 二物质 介面 T等于 TX T等于TX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H 算出来 H就是 就是要 就是要积分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积分积出来 等等 看看 这应该是 应该是DH 才对 这里是DH 好 那我们就 由这个地方 我们就 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H就是这边积分了 H 就等于这个 我看看 我这是H 搞错了 好 好 这个乘过来 我们把这个乘过来好了 H H是一个常数 等于负 KADT 我们先积分 H H提出来 DX 等于负 KADT OK 好 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 X 等于0的地方 这个温度是T2 好 X等于 X等于L2的地方呢 温度是TX 好 我就可以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这就变成H L2 减0 要 0X 2 0L2 好 没关系 我们就这么写好了 要等于负 KADTX 减 T2 好 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H 等于什么呢 H是等于负 KA 这K要用K2 用K2 因为它是第二个物质 K2 好 这是TX 减 T2 这里是L2 L2 这样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把这个 负号称进去好了 负号称到这里来 它就是K2 A T2 减TX Over Over L2 我同样的道理 可以求这一边 可以求这一边 同理 同理可得H 要等于 K1A TX 减T1 Over L2 L2 现在我们说 这两个H是一样的东西 两个H是一样 我就把这两项 把它相等 所以我们就得 K2 A T2 minus TX Over L2 要等于 K1 A TX 减T1 Over L2 那我们这里头 所不知道的就是TX 其他通通知道 其他通通知道 我是用T2还是TK T2 T1 OK 好 我们从这个式子就可以解得 H 你们回去解一下 它是等于 A 乘上 T2 减T1 L1 Over K1 再加上 L2 Over K2 等于这个 OK 好 解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好 我们就发现 如果 这个地方不止两层 有三层 四层 五层 比如说 K3 K2 K1 这是T3 那边是T1 有三层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 就要怎么写法呢 若有 有好几层的话 那它就是 有多层 多层 那么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 把这个式子推广就好了 A T 我们反正用 High Temperature 来表示 最高的这边 C 就表示 最那一边的 最那一边的 OK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 L1 Over K1 加 L2 Over K2 加 L3 Over K3 看你有多少 才全部加起来 好 OK 好 那么这个是 这样的一种 物质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种 形状的 可以 Hmm 一根蒸气管 比如说我们有暖气 暖气它有的就是由中央控制的 它蒸气送出来 送到好远的地方去 那你不要让它在当中露出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管子外面裹上一层厚厚的一个绝缘的物质 那么 长为L 外面有一层绝缘物质 果一层 绝热物质 绝热物质 如图所示 好 我们看它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一般可以画成这样子 当中这个是真正的管 外面这一层是绝缘物质 绝缘物质 这个是绝缘物质 绝缘物质 好 这个 半径是B 这个半径是A 这个长是L 好 这个物质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是K 好 我们现在 要求 好 我们现在要求 稳泰的时候 它的H是多少 稳泰时候 它的热流是多少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假定 这个里头的temperature是T2 外面是T1 那T2大于T1 也可以T2小于T1 如果你这是送冷气的话 那这个T2就比这个小 我们现在是送这个高温的气体 好 我们做法还是一样 好 我们用这个H 等于负Ka DT overT DR 现在呢 它的厚度 不像这个 是X方向 这个厚度是半径的方向 我们用这个来做 这个要等于 这个要等于 常数 OK 等于常数 好 我们就可以 我们现在要 积分 积分 积分的话我们先看了 T已经有了 DT有了 DR 就是在半径上面的这个 DX就是DR 或者我们可以写 你先写DX好了 好 我们说 我现在取DX等于DR 然后A是什么呢 A是什么东西 我们起初怎么定义它 A就是 跟热流垂直的界面 热流垂直的界面 好 热流是从这里出去的 热流是这样子出去的 这是H啊 那我们就在这里头 取一个界面 我们在半径为R的地方 取一个界面 这个半径是R 取R的地方 取一个界面 好 那么这个 A就是等于 2πR 乘上L 2πR乘L 好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好 我们就可以得H 是等于 是等于 -K 2πR L DT over DR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这个东西 乘过来 然后积分 我们就把这个乘过来 DR over R 的积分 R是从A到B 好 等于 负 2πR 已经拿过去了 L 这是DT 好 从 T2 到 T1 这个积分就是H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要等于 要等于 负的2π 我们负号就存进去好了 2πK L 然后是T2 minus T1 我们就得H H 就等于 2πK L T2 minus T1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就做出来了 像这一类的题目 都 热的对流呢 通常它是这样的一个式子 我们只是介绍一下就好了 介绍一下 对流 好 它的导热率 它的这个单位时间 传过去的热量 它是等于这个H 传上A over Delta T T就是Temperature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它传过去的 跟H 方向垂直的一个面积 这个呢 它是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 跟物质有关 它为什么麻烦呢 比如说你这个 像我们一个锅子 你底下在烧 然后这个锅子旁边也会热 这个热从这里慢慢热上去 中间的这个液体 里头的热 下面的热 因为很热 所以这个液体的分子膨胀 膨胀的密度就变小 就会浮上去 上面比较轻的就会沉下来 就成这种对流的方式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也比中间要热 所以它也有它对流的方式 所以它对流的方式要看什么方向 所以相当的麻烦 我们不去讨论它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第三种 叫做辐射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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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所谓R就是单位面积 辐射能的发射率 就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 有多少热能发射出来 它有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我们称它叫做 Steven-Slow 我先写Steven-Slow 它是这样子 R 等于 1 乘 Sigma T 的四次方 那现在我把这几个常数 我们都 来定义一下 R是什么东西呢 R就是每单位面积 辐射能 的发射率 辐射能的发射率 就是Power 每秒钟有多少 Jower 再被面积来一除 就变成什么 Intensity 强度 就是这个面积 发射 这个辐射的强度 是多少 这种辐射能 辐射能的发射率 就是能量被时间来除 那么这个是power 单位是瓦特 每单位面积 再被面积来除 就变成强度 这个面积就是meter square 瓦特permeter square 瓦特permeter square 单位是这个 那么其中的一呢 是表面发射率 为这个物体 发光或者发热的物体 它的表面 发射率 这个叫做 emissivity 发射 radiation 有发射率 就温度高的发射 温度低的东西呢 它是吸收 它也有这个东西 发射率高的 吸收率就高 反过来吸收率就高 好 那么像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黑体 black body black body 你在我们正常的 温度之下 看就是黑的东西 因为它表面吸收光的 这个 emissivity 黑体几乎是一 所有的光射到它的表面 它都吸收了 不会反射到你眼睛里头来 你就觉得它好黑好黑 可是你一旦把它摆在这个高温炉里面烧 当它的温度比它周围都高的时候 里头有碳 比如说还有铁也在里头燃 在里头烧 你会发现这个黑体 它比谁都亮 它的温度跟它周围东西一样高 但是它发射率特别好 所以你看它就是特别亮 那么就是一个物体 它这个表面发射率高的 表面吸收光的这个 吸收热的这个吸收率也高 是这样子的 那么Sigma是什么呢 Sigma我们称它叫做 Steven Constant 就是一个常数 我们也是用它来纪念这个Steven 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定律 这个叫Steven Boltzmann Constant 这个叫做 Constant 那么T就是绝对温度 那么T就是绝对温度 绝对温度就是凯斯温度 比如说100度 比如说100度 就是274 就是373度 这样子 那么你们书上面也有一个图 你们回去把那几节很短很短 你稍微把那个图看一下 我们就介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来呢 我们就介绍这个热 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热力学 Thermal Dynamics Thermal Dynamics 它是讲究这个一个系统 对周围一种能量的交换 那么里头一定有一种能量 就是热 就是热 我们已经讲过热是一种能量 热是一种热能 那么它当然可以用交耳来表示它的单位 那么我们以前当初 当初我们还不知道它是热能的时候 我们是用卡罗里来表示 那现在呢 我们用千卡 kilocalorie来表示 好 热的单位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再提一下 热为能量的一种 它只有在有温差的时候 才会流动 你才会感觉有它的存在 没有温差的时候 你不晓得有它的存在 好 那么 热的单位 这一节讲的 大概你们以前都学过 我们只是做一个很快的复习 热的单位 是用这个卡罗里 那么中文就是写卡 也可以用交耳 来表示 交耳 那么卡跟交耳之间一定有关系 交耳曾经做实验 就是说 等量的功把它变成热的时候 有多少 你们实验室有没有做过 普普务实验有没有做 我们发现呢 我们先把卡定义一下 它是一种热量 一种热量 这个热量就是说 假如我有一克的水 一cc的水 它在摄氏14.5度的时候 我让热量从这里进去 就是说我让热量流进去 你用家务也好 用什么也好 它由14.5度 升高到15.5度 这个时候它吸收能量 它的温度才真高 这个时候它所吸收的能量 就叫做一卡罗里 知道吗 一克的水 它从摄氏14.5度 升高到15.5度的时候 所需要的热量 叫做一卡罗里 因为水升高的这个温度 它需要的热量并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线性 我们就定义在14.5度 到15.5度 这个中间 你让一克的水 要升高一度C的话 它需要的热量 就是一卡罗里 知道吗 我就不写了 我就不写了 因为这个 你们老早就应该学过的 那么我们说热与宫的互换 这是卡罗里跟Jal的互换 我们发现一个卡罗里 等于4.186个Jal 我们现在的千卡 千卡就是一千个卡罗里 一千个卡罗里 这个你们到时候再转换就好了 好 这个是热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要记住 你记住这个 如果你要算一Jal等于多少卡 你就把这个除过来 你不需要去记两种 好 然后我们就看什么叫做笔热 笔热 就Specific Heat 我们先看这个 Heat Capacity好了 热量 热容量 热容量 我们称它叫Heat Capacity Capacity 这两个怎么分辨呢 热容量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块物质 有一块物质 它是M克 随便你画什么样的形状都可以 它是M克 M克 好 那你现在要 让它 就是说 你让它这个温度 要升高ΔT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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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要让它的温度 升高delta t所需要的热量 我们就称它叫做热容量 不是说它能够容纳多少热 就是它每升高一度C需要多少热 这个就是它的热容量 那么我们用这个大C来表示 你每升高一度C需要多少热量 这个叫做热容量 那么它的单位可以用卡罗里 per Kelvin temperature 因为这个就是温差 温差你写per K也可以 你写per C度也可以 都可以 因为C度跟K度是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就是签卡 有时候它也把这个换成胶耳 那么这个叫热容量 其实不是说它容纳多少热 就是它每升高一度C 或者一度K的时候 它需要多少热量 那么什么叫做specific heat 什么叫做比热 比热就是对这个物质来说 不是对这个物体来说 物质来说的 同样这个物质 现在是M克是这样子了 那我每一克这个物质 它每升高一度C需要多少热量 这个叫做比热 比热 那我只写这个 只写这个就好了 比热 我写它的式子就好了 本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delta Q over Q over delta T 我们现在是微量的 我升高一点点DT 就是我要让它的热量增加一点点 DQ我需要一点点的热量 需要一点点 就是我的温差 我的温差升高一点点 我需要多少热量 那么我把这个用M来除 就是每一克 每一克 OK 你这个式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了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OK 就说我必须要大量的热 我身高一度C 我只要一点点的热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笔热 笔热就是 它的单位 卡罗里 这里有这个gram 我用KG好了 KG over C度也可以 K也可以 那你这个地方用 用千卡也可以 千卡 我们都用千卡好了 千卡 一公斤 每一公斤的物体 它每升高一个K度 需要多少千卡的热量 你千卡再换成胶耳 就是多少胶耳 OK 好 那么还有所谓的克分子比热 这个物质 这个物体 我们是用 公斤 或者是用克 公克 来算 但是许多的化学物质 不是用公斤跟公克 它是用克分子 克分子来算 就是分子是写出来 这个分子是 它一个克分子是多少量 那么它的比热就是C要等于 它不是用质量来比 它是克分子 这个more数目 几个克分子 一个more 还是两个more 还是三个more 原来有三个more就被三来除 原来有四个more就被四个more来除 就是每一个more 它每身高1度C 所需要的热量 那么它的单位可以用 这个 然后呢 这是more 然后k 这是克分子比热 ok 下来我们还会讲到热力学 还会讲到克分子比热又分成 体积保持一定的时候 跟压力保持一定的时候 两种状况之下 克分子比热 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说物质受热 它温度会上升 但是物质还有一个特性 温度上升 它的相 肺是会变的 比如说冰加热加热加热 到零度C你还在加热 它温度就不上升 就保持在零度 那么冰就变成水 变成零度C的水 那就是冰跟水同时存在的时候 这个时的温度 我们称它叫冰点 它的温度就是零度C 然后水再加热 加热一直到冰融化了 全部融化成水了 这个时候水的温度就上升 从零度开始 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五度 都在上升 一直上升到一百度C的时候 这时候是指标准大气压 一个大气压之下 水到一百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水蒸气 水就开始变成水蒸气 当有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你再加热这个水 水的温度不上升 保持一百度C 一直到你把这个水通通烧干了 全部都变成水蒸气了 你这个容器里面 就只有水蒸气了 我们讲的是密闭容器 水蒸气再加热 蒸气才会 温度再会上升 所以由冰变成水 水变成气 这就是它的 Change of phase 叫做像的变化 像的变化 那么你高中也有学这个吧 有没有 冰融成水要多少热量 一颗的冰 几卡 八十卡 这个都知道 那一克的水变成水蒸气要多少热 540或者539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这个呢 就不去讲它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讲热力学 Thermal Dynamics 以上等于是跟各位做一个 简单的复习 我们来看热力学 Thermal Dynamics 叫做热力学 热力学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啊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假如我们这里 用这个 画圈起来的一个系统 圈起来的一个范围 我们称它叫做系统 凡事跟这个系统 会影响这个系统 与这个系统相互影响的 叫做环境 Environment 这个叫System 它外面的跟它 当然要有关系才算了 叫做Environment 叫做 它的这个环境 环境 一定要互相影响 比如说 我现在烧一壶水 烧一壶水 那我们有兴趣的是什么 我们注意的是什么 这壶水 对不对 你注意这壶水嘛 所以水就是什么 我们的系统 你在烧水的时候 我希望把这个水烧开 可以泡茶 我有兴趣的是这个水 但是什么东西会影响这个水呢 我的炉子 炉子的火 对不对 我火 大一点 它就煮得快一点 火小一点 它就煮得小一点 那么这个火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把热量 就是跟它之间 火跟它之间 有一个交互的作用 就是把热量输入 热量输入 所以我们说这个炉子 是它的一个环境 还有呢 大气 也是它的 也有影响啊 比如说 你这个水本来很冷 像 你一桶冰 一壶冰水 正在加热 外面的大气呢 比它的温度高 这个时候大气的热量 会从 壶 的表面 渗透 会 传进去啊 所以会影响它 等到这个水烧的比 比 比空气要高的时候呢 热会从那里流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热的一种 交互作用 所以呢 也有热量会流出来 还有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 这个气缸 我们汽车或者摩托车 它都是靠汽油啊 在气缸里面爆炸 爆炸以后 产生高温 高温以后呢 汽油变成气体 气体又在高温就膨胀 膨胀以后呢 就把这个 活塞就推出去 就做工啊 当它活塞 当它活塞没有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温度有差异啊 里面的热量有差异啊 因此这个热呢 也可以对外面做什么 可以有工的输入 也有工的输出 都可能有 都可能有 那也就是说 我们研究的 热力学是研究 系统跟环境之间 能量的交换 能量 不管是热还是工 都是能量的 能量的交换 这一门学问 不过 它的能量里面啊 一定有一种能量是热能 一定有一种能量是热能 因温度而引起的这个热能 温差而引起的热能 这个就叫做 热力学 就叫热力学 那么这个系统啊 它原来里头就有一种能量 原来就能量 我们称它叫做内能 Internal Energy Internal Energy 当你又把热量输进去的话呢 它Internal Energy就增加 你热量输出来的时候呢 Internal Energy就减少 你有工 对它做工的话 工的输入 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系统的内能就增加 系统对外面做工 就是说它把工输出 那么它的内能呢 就减少 这个就是内能跟热跟工的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写一个式子 比如说 比如说内能的变化 后来的内能 减掉起初的内能 要等于能量 热能减掉W 你把这个式子记一下 这个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这没什么道理 就是能量守恒 这是内能的变化 比如说 我先不看工 我有热量输入 这个时候 要记得它的符号 热量输入的时候 这个Q用正的符号 Q是从系统里头出来的时候 Q用符号 比如说 我输入工 U1就增加 对不对 U1就增加 变成U2 U2比U1大 所以U2比U 减U1就是正的 如果Q是负的话 就是系统对外面做工 能量是这个 你拿一部分来做工 剩下的就比较少了 所以U2减U1就是负的 要记得这个符号 工呢 工是 系统对外做工 是正的 比如说这个系统 U1 对外做工 做工要花 要花能量 要花代价 你U1 拿出一点能量出来做工 就变少了 U2就少了 所以U2减U1就是负的 工本身是 正 从系统对外做工是正 外面对系统做工是负 负负就会正 你外面对它做工 你看 它本来是U1 你做工把能量输入 U2就比较高 U2 这个符号要记一下 要记一下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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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环境输入系统 Q为正 如果是由系统 对环境输出 那Q就是为负 OK 嗯 嗯 嗯 這個一定要記清楚,你不記清楚,這個獅子就搞錯了 那麼功是系統對環境做功是正 環境對系統做功 為父 要記住,這一套,記住不是去背,你背一定會被亂掉 做題目,多做題目,你就會記得 好,那現在我們就看這個功,因為它裡面有熱,有功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功怎麼算 比如說氣體,我們這裡頭,熱力學 所以你們常常拿氣缸,就是我們汽車或者摩托車的氣缸 來做對象,來討論 比如說我們看,氣缸內氣體做的功 好,好 好,好 好 感谢观看 好 这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 用刚做的圆柱体 这是一个活塞 活塞 我们在这个里头 就把汽油点燃 点燃以后 里头有空气跟汽油混合在一起 点燃汽油就爆炸 爆炸以后 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pressure 一个pressure 这个pressure 就朝这里 四面八方都有pressure 四面八方都有pressure pressure用p来表示 pressure用p 然后这个气缸 受这个pressure的作用 它就退到 前进到 退到这个地方来 从这里 从这边 退到这边 比如说dx 做了一个dx的位移 应该是这样子 dx是这样子了 dx 好 那么 就有公 这个公呢 又有利 又有位移 公的定义 按照我们讲的 它是等于这个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那现在f是什么东西呢 fds ds是朝这个方向了 x的方向 p也是朝这个方向 因此呢 力也是朝这个方向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f身上dx x从x1到x2 好 那么 根据流体力学 f是等于p乘a a就是气缸的接面积 p 它是等于 单位面积 所受的力 单位面积 所受的力 那你现在p是这么大 你这面积是a 所以f就是这么大 因此 我们就可以把work 写成f f就写成p 乘上a 乘上dx 从x1到x2 好 a乘dx是什么 这个面积 乘上这个厚度 就是体积啊 就是这个体积啊 就是这个体积啊 这个体积啊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p dv 从v1到v2 本来是 本来是 v1在这里 v2就是整个这个体积啊 所以你现在记得 在气缸里面 在气缸里面 气体 所做的功 是等于 等于这个东西 我用颜色比较 work 要等于 p 乘dv 从v1到v2 这是气体做的功 因为我们 以后的这个 气体啊 它 讲究的 我们拿聚观来看 就是说宏观 来看一个 一个系统 我们就量出 它的压力有多少 它的体积是多大 它的温度是多大 所以呢 我们用p v t 这三个 量 来表示一个状态 一个state 一个state 所以我们现在 既然用p v t来表示 那么现在work 就是用p 跟v 两个 两个量 来做成 那你们学过 几种功的形态啊 学过几种啊 嗯 这个你学过以后 都要整理一下 第一种 不就是这个吗 对不对 有力的时候 第二种出现在哪里啊 转动运动 转动运动是什么 转动运动的功是什么 talk 它是talk dot 低cita 从cita1到cita2 或者你可以写成talk 低cita 不过 talk跟低cita 不见得都是同一个 方向啊 第二种 力举跟脚位移 第三种就是气体 压力跟体积 学过的东西 你要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一起记 那么增加你这个 关联性 那你的记忆就会比较 清楚 比较记得久一点 这个是work 等于pdv 好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来算算看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理想气体 它做等温膨胀 体积由V1增加到V2的时候 所做的功是多少 怎么做 我说过 你考虑一个问题 有一定的思路 你从他问的问题来讲 他要你修什么 修功 你马上就想到 我学过三种功的样子 第一种功是用在有力的时候 有力有位移 第二种功是用在有 有脚位移的时候 第三种是有压力跟体积的时候 气体的时候 这就是气体 因此它就是这个式子 你马上把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就是这个 你现在要积分 要积分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P跟V的关系 P跟V有什么关系呢 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PV什么关系 PV等于 对不对 对不对 理想气体 这是理想气体 怎么样 做等温膨胀 等温膨胀 就是 Temperature 是一个Constant 是常数 那么 N是常数 你密笔在里头 多少normal就是多少 多少more就是多少more 气体常数是一个常数 T又是常数 所以这个就等于Constant Constant 因此我们就知道 Pressure 它是等于 NRT V分之一 带入第一式 它就等于NRT V分之DV V1到V2 这个积分是多少 马上就知道 NRT NRT Natural logarithm V2 over V1 就是这个 我们还可以写成其他的形式 因为 PV等于NRT 所以我们发现 P1V1 要等于P2V2 因为这是常数 P1改变 P1改变 V1就改变 但是它必须等于常数 所以有这个结果 我们就发现 V2 over V1 要等于P1 over P2 所以 除了可以写成 除了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我们再写一次 Natural logarithm V2 over V1 它也等于NRT Natural logarithm P1 over P2 OK 这个就是 我们用这个 狮子来求功 好 好 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好 好